好 隨著夏天來臨 這個夏季電價也即將要啟用了 建勳 這就讓大家很擔心 因為現在最新的報告 竟然說台灣以後的夏天 長達7個月 好 現在極端氣候越來越嚴重 就是因為地球暖化所造成 根據台灣 我們自己國科會發表的報告 說現在的天氣 夏天要長達7個月 這不是很誇張嗎 以前我們講說春夏秋冬 四季 一季三個月 現在未來夏天7個月 所以非夏天只剩下6個月 而且高溫超過36度的會增加到 有可能會增加到75天 等於是兩個半月的時間 其實我剛剛數學不好 應該是其他非夏天剩5個月 現在才會是12個月 所以最後台灣變成夏天跟非夏天 這就是極端氣候 為什麼會造成 當然就是地球暖化 我們講說地球暖化 是不是離我們很遠 但其實很近 在情境裡面講說 如果地球暖化 兩度的時候 兩度的時候 台灣會造成怎麼樣子 會採水上升 然後就淹沒了 很多台灣的土地 斐玉你猜一下 哪一個縣市又被淹得最嚴重 這其實很不好猜 答案就是雲林 因為它那邊地層下限比較嚴重 地層本來就比較低 好 雲林它會淹沒多少 面積4.3% 很多 其實是台南 台南不是最近才怎麼建成400年 總統的故鄉最近又要發國慶煙火 它淹沒最多會被淹掉3.2%的台南市 所以看起來就很嚴重 第三名是基隆 淹沒的面積會有2%多 所以就海水暖化 這個暖化2度的時候 台灣的面積就36000平方公里 其實就沒有那麼多 它會越來越少 另外我們來看 台灣以外的就是北極 北極想說冰越來越少 北極熊也就越來越少 北極現在情況是什麼 就是夏天已經冰 已經沒有那麼多了 就一直融化 融化這些冰變成了海水 海水它的上升的溫度就會更快 所以以前是白色的北極 以後就變成藍色的北極 因為都變成海水了 我們講說這個地熊老化第一排 可能就是北極熊 因為北極熊沒有東西可以吃 對 但是人應該就是海嘯的第二排 因為整個氣候的大亂之後 整個農漁業養殖業都會大亂 所以造成了現在很多的植物動物 畜牧的價格都不斷的在飆漲 所以不只夏天會沒有冰 北極的冬天可能都來不及結冰了 對 甚至很多的植物 都會來不及長大的情況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張CG 我們就可以看到 最近的古物可以說長得很奇怪 最近只要吃個飯都變貴了 你知道嗎 飛魚 最近的白米價格 現在到了多少 每公噸660美元 我們講說吃米要知米價 所以每公噸多少美 這個稻米要多少 我們要知道一下 那漲幅4成 以前我們小時候在外面餐廳吃一碗飯 就是大概5塊錢 有沒有 消耗變10塊 15塊 20塊 30塊 我現在餐廳一個吃一碗 白飯30塊也是有的 這麼貴 那不只是稻米貴 那另外來看巧克力也貴 可可也貴 為什麼貴呢 這都是因為極端氣候產生的影響 對 因為不是太冷就是太熱 那植物就會長不好 長不好就不容易 結果不容易結果 就不容易有到植物出來 70%的可可來自於西非 來自於哪裡 象牙海岸跟加納這兩個國家 也是因為欠收 所以可可現在已經飆到多少 每公噸1萬1千多美元 所以飛魚我跟你講 一公噸的可可 現在僅比一公噸的銅還要來得貴 可可都比銅價還高 對 所以它創的歷史新高 所以很多 包括可可跟巧克力世界大廠都說 我只好漲價 漲價再漲價 沒辦法 因為欠收 因為極端氣候 只好漲價 那最後跟大家提一下 現在就連巴拿馬的缺水問題 也牽引了整個世界 運價越來越貴了 怎麼講說 巴拿馬它是這樣子 它是一級又一級的運河 它沒辦法一次通過 那缺水 所以它通過的船 就沒有像以前的那麼多 要到2025年才能全部解除 另外像蘇林市運河 最近中東也知道 又在亂起來了 大家就知道繞好望角 一繞就多繞個7天 10天 14天的 運率馬上就整個下降了 所以像國際貨幣基金就預估 貨櫃的船費 會上漲2.5倍之多 所以你看最近台北股市 海運漲得這麼多 到底還可不可以買 我們留給下一個來賓來講 說到海運的話 最近真的是氣勢如虹 在類股指數的部分 今天漲幅也超過了4% 那麼接下來貨櫃三雄 還可以上船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